在经历了615的惨败之后 今天的比赛无疑于国族的救赎之战 中国队的每一名成员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开场仅仅三分钟 荣耗充满自信的编路船中就为球队创造了机会 于大宝进区内拿球轻松缓过了对方后背 立援涌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犯规中国队获得了点球机会 王永破操脑主发一蹴而就为中国队取得了梦幻开局 经过了开场的短暂被动之后 技术更占优势的日本队还是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第19分钟工程转人的编路船中被队友创造机会 好在增程站位不错化解了这次威胁 不过在日本队的持续攻势下 第33分钟中国队的球门还是宣告失守 利用一个角球的机会 之前送给了中国队点球的立援永藏将攻补过 为日本队颁平比分 上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 中国队再次掀起了进攻高潮 第39分钟 黄波文的直接任球稍稍偏出了球门 第41分钟 中国队前章打出了精妙配合 高林为于大宝送出妙传 只可惜 日本过门西传周座表现悬涌 中国队错过了一个绝佳机会 一边之后 中国队的后防线突然短路 第59分钟 真夜至章 遍路传中 事故要一郎甩开李学鹏的防守 以后投球破门 日本队反超了比分 仅仅一分钟过后 中国队的后防线 又一次出现了丁阵失误 攻腾撞人轻松破门 日本队在两分钟之内连下两成 不过中国队并没有提前放弃比赛 底80分钟 王永破大进区边缘的 近舍击中对方的球门衡量 随后下半场被替换上场的 国安小将张希舍 为中国队赢得了本场比赛的 第二个点球 王永破主罚 再次命中 中国队也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 第84分钟 荣浩边路船中制造威胁 只可惜 张明鹏的零空抽射 又一次被西川州做神用花姐 第87分钟 本场表现活跃的荣浩 再次在左边路送出高质量的船中 这一次中国队终于是把握这个机会 刚刚替补出他的松可 包抄破门 中国队顽强的扳平比分 3比3的比分最终也是保持到了中场哨响 相信这个结果足以令中国球迷感到满意 体育频道综合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